苗栗头粪交流道杂道口 上午发生了一起火烧车意外 一辆乡型车疑似是引擎过热 刚下交流道时火苗从引擎窜出 没有多久就燃起了大火 车上三个人吓得紧急逃生 现场情形我们交给记者 战绩 好的 头粪交流道的杂道口监视器 拍下了乡型车 火烧车 燃起羞肉大火 不断冒出一团又一团的黑烟 火势相当的惊人 那么车子呢烧成了一团火球 当时下交流道的车子还很多 不少人目睹一切 也有人赶紧拿出灭火器来抢救 但火势实在太大了 已经来不及 而消防队呢到场赶紧拉水线 和泡沫进行灌救 不到十分钟便将火势扑灭 而当时这个相应车上 有三个人是紧急逃生 我们听一下他的说法 这位夫人表示呢 他们从台北开车到苗栗 要到一间枕骨中心 那么车子呢才刚下扎道 就发现柜位的引擎的部分 相当的烫 而且还冒出白烟 便赶紧停在路旁下车 想不到没多久呢 车子呢就烧成了一团火球 而这辆相情车呢 已经行驶超过十年 那么起火原因呢 还要再进一步调查 好 以上是我们展望的最新情况